各位觀眾你們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蔡振榮 看看下午各區的氣溫 普遍還有18、9度 不算是十分之涼 但從最新的天氣圖像顯示 我們預料現時影響我們的冬季季風 正是逐漸增強 我們今晚的氣溫將會急降 而明天日間氣溫雖然會稍微回升 但去到明晚天氣亦會轉爛 大家如果今天和明天 出去戶外活動的朋友 就記得穿多件衣服 看看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晚間漸轉多穩 明天天氣會轉爛 市區的氣溫是介乎12至16度 新界還會低多兩三度 而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會明朗 風方面是吹和緩至清淨的北至東北風 而明天離岸和高地會間中吹強風 而接下來幾天的天氣展望 我們一起可以看看電腦預測的預報圖 預料強烈的東國國後風 會在週末到下星期的大部份時間 都會影響我們 我們的天氣將會持續寒冷 風勢亦是多大 而運雨預報圖上可以見到 這些藍藍綠綠的雨區 將會在下星期二和三 亦會影響我們 戒時我們亦會有幾陣雨 所以展望方面 我們預料除了幾天是持續寒冷 風勢亦是多大 而下星期初至中期會有幾陣雨 看看氣溫的分佈 我們預料由星期日到星期四 最低氣溫都是在12度或以下 大家一定要做好預寒的措施 以及多點關心身邊的長者 好了今天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再見